用蓝湖所有作品的OP来见证它当年的辉煌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阿信一样是蓝湖的粉丝呢 1.猪猪侠于2006年上线 是蓝湖最早的作品 属于生命开始的地方呢 2.果斗三剑客 2007年上线 是国宝特工的前作 这才是国宝系列的开端啊 飞飞胖胖胖的是太阳 它鼓鼓囊囊的是山岗 风风光光的小路上 有三个雕儿郎当 一个只想愿打坐东凉 一个瓦头心思要尽上 一个夫妻好的太夸张 大灰烂看见它一疯狂 小脸的哭哈黑呀哭哼哈黑 哈哈哭哈嘻嘿嘿 动不脸的想当当 人天下坏蛋别再猖狂 3.百变机售出绿路历险记 于2008年上线 南湖起飞的开始 国内第一部以变形机器人为主角的动画片 留下了众多的名唱 你放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上巅峰脚下世界 已经因为有我 万却不重 冲再向前冲 同我的弟兄生自于做 静静在前方无多 出现彻底奠定了南湖国产机甲之王的地位 庞大的世界观设定 如今都很少有人超越的 一道亮光它来自宇宙 最深最远的方向 一种呼唤它来自内心 最温暖最宽广的星之太阳 一种彷徨它来自宇宙 混沌之处的地方 一种力量它来自内心 最正义最灿烂之星 力量 翅膀无限能量 避免太阳的狂妄 看谁飞腾极昂 这些太悲惨 燃烧最正义最灿烂之星 力量 8.钢铁飞龙 于2012年上线 可能提到这个动画的名字了 很多人就能想到 再加奥特曼这件事 确实 那件事真的做得蠢 但钢铁飞龙这部原番 是一部良心之作 与奥特曼无关的钢铁飞龙 不应该作为被喷的对象 这部动画的OP现在来看 依旧是诚意满满的 9.铁甲威虫之奇人王 于2012年上线 动画拟人画的动画看了不少 可这昆虫拟人画 还能帅到我的 还真就得是铁甲威虫才行 铠甲神和钢铁刺童年男神了 战斗的洗礼 夏日的阳光为你遗伤战役 让我们一起跨越 世间的刀锋铃 需要答案 我爱你 是的 快乐酷宝 于2013年上线 一共分为三部 对于早期蓝湖的粉丝而言 可能很多人已经都没看过快乐酷宝 但这部动画也算得上是 蓝湖后期不错的作品 当然不包括第三部 你happy 我不happy 有人高兴 有人哭泣 如何才能坚持到底 让这世界更美丽 你收集 我也收集 全世界都是信仰品 十一 五战道 于2013年上线 是陆罗里省记的重字本 属于是当年的画质巅峰之一 再次触碰我的风 又再次启吻我的彩虹 再次听见我的号角 又吹动我乘风的心动 再次踏上我的梦 又再次呼吸那片熟悉的天空 又你 只不过这一次故事里 有不同的我 十二 梦幻世人的戏力 于2014年上线 也够分为四部 是一部网游改编的动画 虽然导演不是王薇勒 可动画的画风 还是能看出很多蓝湖的影子的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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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也 散落在人间 小看富士丧天 多少被环绕人的缘 只剩一载其中却没有察觉 没遇见注定的一眼 永世的无悔的风影词言 轮回即时的边界 不变的一念 回首的瞬间 风声融化如雪 深海为埋葬的誓言 冲过黑暗的无边的宿命所连 跨越战亡的孤节 足够的光年 莫忘长长远 凝望与你向前 永生的爱化作水中连 永生的爱化作水中连 其实除了上面这些大家熟知的作品 还有一些蓝虎的小众动画 因为剧情没有其他的那么有深度 可能让大家忽视了它们 比如果冻宝贝 2008年上市 不过我一直都记得那台牛奶河呀 我说这快乐的光芒 是我们的心在荡漾 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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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像这阳光我听起胸膛 不耐的时候我总永远对抗 寒冷的日子也不会照亮 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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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踏青海角天涯 还有迪比狗 虽然画风看起来很低优 可这部动画的剧情依旧能打 子购上的推理翻几感性 好了 阿信好像又水了一期视频 不过还是因为前面的内容制作的不够详细 所以就想着重制作一期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